本单元介绍律师的整体结构 律师不是以聚为单位 而是以联为基本单位 一联就是两聚 律师由四联构成 第一二聚叫做首联 或者叫做第一联 第三四聚叫做汉联 或者叫做第二联 第五六聚是锦联 或者叫做第三联 第七八句是尾联 或者叫做第四联 手就是头的意思 汉就是下巴 颈就是脖子 尾就是尾巴 每一联的最后一个字 押韵 形成规律的韵律节奏 第二 律师四联中的中间两联要对仗 就是汉联紧联 其他联 首联跟尾联 也可以对仗 但不强制规定 如三聚秋名 就是汉联跟锦联 两联对仗 对仗可以形成两个句子 对称的美感 律师本身就是充满 对称美感的结构 文官军收 河南河北 除了汉联 景联 对仗之外 伟联也对仗 唐代人 喜欢对仗 有各式各样的对仗形式的讨论 律师中不乏四联都对仗的状况 接着我们介绍一联中平这 是如何安排的 一联中平这的安排大概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平平平这这 对这这这平平 上三下二的模式 第二种是这这平平这 对平平这这平 二二一的结构 如果是七眼师 模式一就是在前面加上这这 及平平 形成二三二的平这交错的结构 而模式二也是在前面加上 平平及这这 形成二二二一的平这交错结构 而一首律师 其实就是由刚刚那两种平这模式 所组成 像你看到的这一首 师的平这 第一连就是上三下二的结构 第二连是二二一 第三连又重复上三下二 第四连再重复二二一 简单的来说 就是这两种模式 重复一次 每一连两句的评着都是相反的 我们称之为相对 这一种评着相反的音效 让这两句诗的声音 关联更加的紧密 然而连跟连之间是不是没有声音的关联呢 第一连跟第二连有声音的关联吗 当然是有的 首先我们得先知道 五言静体师是以第二个字 还有第四个字 还有最后一个字 是重要的节奏点 所以在这一些重要的节奏点上面的评着 是要特别谨慎的 不能够随便使用的 而连跟连的评着连结 就落在第二个字 还有第四个字的评着上面 我们发现第一连的第二句 跟第二连的第三句 在第二个字 还有第四个字 上面的评着 是相同的 借着重要音节点上面 评着的相同 连结了两连 这叫做相连 第二连与第三连 也相连 第三连与第四连 也相连 四连于是连结成为一个整体 借着相对与相连 凭着节奏形成了 一二句 凭着相反 二三句相同 三四句相反 四五句相同 五六句相反 六七句相同 七八句相反 如此有变化 又有规律的网状的 凭着结构 我们来看三句秋名 就是这样的结构 空山新雨后 是平平平这这 与它相对的天气晚来秋 是这这这平平 这叫做相对 然而各位应该发现到 第二句第一个字的天 是平声 不是这声 没有错 在第一第三个字 这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音节上 有时候找不到符合声调的字 是可以使用不同声调的字 如第三句第一个字 也是 要用这声 但是枉为 使用了平声字 第五六七句 第一个字也有同样的情形 这一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除了第一连 除了第一连相对 三句秋名的第二 三四连 凭着也都是相对 接着连与连之间 也都在第二个字 第四个字上面 使用相同的凭着来相连 文官君收 河南河北 也是一样 每一连两句 凭着相对 接着连与连之间 也都在第二 四 六字上面 使用相同的凭着来相连 以上是律师整体结构的介绍 然而有个观念 要跟同学们讨论 唐代诗人是否照着 我们刚才排出的 那个凭着诗谱来写诗 我想这样的说法不太适当 凭着的说法 其实是到中唐才比较确定 凭着诗谱是后代人 尤其是清朝人 观察唐诗归纳出来的 所以唐代诗人 并不是照着 平平平着着着着着平平 这么清楚的规则来写诗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好多净体诗 并不符合我们刚才 凭着谱的规律 然而不可否认的 有相当多的净体诗 是符合这样的净着安排的 也许我们可以说 凭着交出的韵律 是唐代诗人写净体诗的时候 脑中的共同节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